为比比为属师长 就是全部都是属师长 事实上也是这样子的 事实上你说那个 那个《四四法五十诵》里面 诸所有法事 所有的知才 完全法事 有主持的上师 也就是金刚上师 本身所拥有 你《四四法》 你去侍奉这个师父的时候 师父一切的东西 除非师父本身给你 你可以用 否则一切法事的所有的东西 应该都是归上师本身所有 然后上师来支配 来支配这个钱怎么用 这个钱怎么用 这个钱怎么用 是这样子 都是由根本上师本身 来支配这些财物 你说根本上师 去主持一个法务 这些所有法事的钱财 都归上师所有 那么由根本上师 在支配 这个归什么 这个归什么 上师给你的 你才可以用 这个《四四法五十诵》里面 这讲得很清楚 只要你归音密教 你就要守这个《四四法五十诵》 就是这样子 他这样子比较好了 中央集钱制 中央集钱 由中央有权力来支配一切 因为我们生活中是地方分钱 地方分钱 所以各个堂 去主理各个堂的那个 师尊想要帮助谁的时候 就可以帮助所有的分堂 那么分堂要怎么样 供养这个 自己的根本上师 也是根本上师的意 就是你们分堂的意思 根本上师也不会说 你们供养多 或者去查你们分堂的账 去查你们分堂 怎么用了这笔钱 怎么使用的 也没有 这个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实施的是地方分钱 不是中央集钱 所以分堂的 所有生活中的分堂 这个财政、行政、法务 包括所有 一般都是独立的 都是独立可以行使 只是凭他们良心 供养根本上师的 这都是各凭良心 对不对 师尊不是中央集钱 是地方分钱 每一个堂都是自主的 当然你们要求师尊给你帮忙 师尊要考量一下子 考量一下你们分堂的作业 是不是应该帮助你们 也可以帮你们 但供养根本上师 每一个分堂都是 也是自由 也是随意的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的分堂 财政、行政、法务 各自都是独立 那么这里面谈到的呢 就是可以说是讲到了 这个所有这些 灌顶所得的知迹啊 这个曼陀罗当中的知迹啊 为属师长 弟子若分坏三昧 你弟子哪去分啊 师价哪去分 是坏三昧 是坏三昧 是这样子 若师不义 这个上师不要了 那么这些东西可以供养佛 做供养法或供养真 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真 就是这样子做的 那么这个很清楚嘛 这个有时候吃的东西啊 也可以随意撕给平人 穷困的人家 像我们吃的东西啊 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啊 吃剩的东西啊 或者是说 剩了很多的米包啊 这些供品啊 都可以去拿去救济老人啊 哪去救济平民啊 像我们也是救济那个奇音会啊 那些米鱼啊 都救济奇音会啊 有些可以吃的东西 可以救济平民啊 这个很好的 这个都是可以的 这个做真欢会 这个做真欢会 及资粮轮 资粮轮刚才已经讲 这个是供养所有的空行母 悉空之中的共行母 是做资粮轮的 真欢会 就是我们做晚会 然后我们大家做晚会 大家很欢喜 做一个晚会 那么他的祭是这样子的 从后一法至后解法 他的祭 三尽行受祭 水洗清卫六 父母共受施 施施共玄绕 忍送收所化 收财土拔绝 送彩瓶水净 知粮轮还会 众多的密教 数数称赞如是灌顶 为修诸道 以修两种西地之本 最为重要 故意无畏生 父大阿世雷 金刚漫论为本 随顺诸境 经论一切大小仪轨 观想次第 借广宣说 他的祭是这样子的 由我平贯顶横河流 喜诸身后涌现之 有场密之甘露味 以处轰动献真言 第三 祭生欢喜沟 沟岛义夫人圣义 第四 少是双印义 直达究竟断重仪 除师圣姐 是灌顶 当说更无圣教授 将至所知 勇为歌 供养师长 及妙音 后卫灌顶 诸次地 为是修道 前家行 弃本竹墨 异明案 为处比过 如是说 这整章 可以讲是 讲完 也就是曼陀罗后行 曼陀罗后行 要把整个曼陀罗 全部如何清除 可以讲 师尊今天所讲的 这个也是一种细说 细说如何清除 所有的弹诚 跟曼陀罗的这种方法 不过大致上讲起来 也是 整个过程当中 也是很精彩的 希望大家能够意会 Om Mani Ben Mi Hom